金华城案迈入关键一周 周一打头证被提训的就是戴具色口罩穿外套的 应小微助理吴迅明 检方侦办快两个月 也代表在押被告们的积压期限也快到期了 对于柯文哲到底会不会被延压呢 这就要看金华城第一个被收压的被告 也就是北市议员应小微 因为他的积压期限在这个月29号就会到期了 如果检方要申请延压的话 依照规定就得在五天前向法院申请 也就是这个月的24号 那换句话说呢 如果检方没有在24号之前提出申请延压的话 就得在29号前来征结起诉 柯文哲等相关被告 柯文哲家期待下个月5号期满 检方要拼起诉就必须得有一枪毙命的证据 若还有人证物证要补强 申请延压的几率就会很大 现在除了关系人 柯文哲账房抽号橘子的徐止瑜还没回台外 外传还找到柯文哲用来放虚拟货币的冷钱包 如果有所谓的冷钱包在一开始被搜索到的时候 应该就已经搜索到了 怎么会到现在还又传出这个冷钱包的说法 而且还没有办法破解 至于日前 柯文哲父亲被送进加护病房 柯文哲申请探视获准 结果蔡壁如说 有朋友带柯文哲父亲的病例给柯文哲看 引发质疑 激压禁建期间是不能够通信通讯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朋友 带着病例进去给柯文哲主席来看这样子的状况 这个是违法的行为 民众党也强调对于橘子的猜测 豆上科幻小说不切实际 到底哪些是真相 这周即将解少 TVB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